大家好,我吃蛙兔子的呱呱 内鱼电视剧里终于碰到一个我喜欢的悬疑奇幻冒险剧了 由作者鲑鱼的同名小说西出玉门改编,林尼和白羽主演 为了给观众老爷们测评一下的,所以我去看完了12集 看之前还担心这种题材的又是水王 看完后只想说,这部剧完全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打决 但注意是及格,因为还是有些小毛病 这剧主要围绕着玉门关这个地方展开剧情 最现有剧集内容能看出,玉门关是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世界 在这里有长相奇怪的异兽,有被蚂蚁操纵的沙土人 书中叫做人架子,还有逐渐落魄的术士和不同于真实世界的天象 玉门关的来源是古时的一位大将军,因为太过思念死去的夫人 于是方氏就让他隔着幕布见到了夫人 但没想到,将军发现幕布后的夫人只是一对小虫子组合起来的皮影 然后大将军怒了,在查到术士是来自一个诡异的沙漠绝境里后 大将军害怕这种有术法的人会动摇自己的统治 就像这些术士及其九族还有异兽们 就连那些负责押韵的雨林卫一同关进了那个沙漠里 这个故事就叫绝妖鬼于玉门 之后术士和雨林卫称王称霸,占据了黑石城,成为了关内的统治者 这个故事倒是蛮有意思的,符合我的口味 剧中的女主叫叶刘希,详细身份还没找到 只知道她是玉门关内负责每日出关采买物资的人 神手了得手段很辣,没什么法律意识,一个人独来独往 在沙漠这一带很有名,之后因为失忆了 性格变得极其别扭,又穷又转 却身兼数只打工赚钱,嘴损还变瞎话 但妮妮演出来不会让人讨厌,反而觉得有点可爱 剧情开始就是女主叶刘希被吊在沙漠临近马路的一棵树上 手上的纹身会动,身上有一个包 包里有个下肢连成的瘦手黄羊,还有张纸条 上面写着叶刘希 一年后他找到了一个专克皮影的老头,说要找他侄子昌东 这个昌东被人们称为沙流,专带探险队深入沙漠,是个老手 但在两年前因为黑色山茶事件 他因为固执己见,坚持要在一个地方扎营 结果遇上了超级沙宝,导致18人死亡,只活了他一个 自那之后,昌东就消失了 而这个克皮影的告诉叶刘希,昌东早就去世了 叶刘希没信,只是留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正是昌东两年前在沙漠里求婚的未婚妻 而这个克皮影的老头就是昌东 昌东为了查清未婚妻一行人的死因 也想将那18个人的身身带回来 于是答应给叶刘希合伙,再探沙漠,海龙堆 而叶刘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找出自己的身世 而主角团的第三个人就是一个倒腾骨娃的商人 肥膛,有贼心,没贼胆 因为惦记上任叶刘希身上的瘦手荒扬 于是一直跟着俩人 三人在尖沙漠没多久,叶刘希的车胎就坏了 在整装收拾的时候,叶刘希好奇去了旁边的盐浅摊 却不小心受伤,割到了腿 血流下来瞬间就被沙土吸收了 而晚上的时候,他们扎硬的地方就突然起了沙暴 于是两人就趁着这个时间对各自的信息进行了复盘 叶刘希一身武功不属于任何流派 且右腿上有个落疤,神似鬼脸 手腕上还有个似不像的纹身,插一句悄悄话后 根据大木所说,这是一个会识人记忆的吞窥 而昌东的信息是,他在两年前被沙暴袭击之后 看见了一群人走过 并且未婚妻也被人拖走了 他觉得那是梦境,所以从来没说出来过 到了晚上的时候,昌东突然心脏刺痛 然后剧情画面闪回了孟子一饰演的龙汁 而叶刘希在救他的时候,发现昌东居然没有心跳 没有心跳这绝对是个有趣的设定 但根据大木上的信息最后得出 昌东原来在两年前那场沙暴里就已经死了 是龙汁救的他,并且三年一续命 第二天,三人继续踏上旅程 却又跟来街道的灰疤碰上了 但灰疤一见到叶刘希,立马就恭恭敬敬的 据灰疤所说,总是禁出达尔波的厉害角色 附近的人都会特地写在一本小册子上 叶刘希就在上面 灰疤为了讨好叶刘希,于是晚上让他们撒住了沙来 但睡觉前,灰疤突然嘱咐三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别管,别睁眼 于是半夜时,叶刘希突然想上厕所 昌东依照向导的规矩要陪着 两人刚准备起身,头顶就出现了一阵光点 组合成了一段皮影戏,骆驼上骑着皮影人 紧接着帐篷就被吹开了一脚 但出去查看时,外面却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叶刘希和昌东劝退了肥唐,怕他有危险 在中途,叶刘希又将自己腿上的纱布拆开了 沙哥的血渗出来,滴到了沙土上 晚上的时候,灰疤一行人又跟了上来 与之同行的就是被昌东两人前走的肥唐 昌东觉得肥唐是要跟灰疤这伙人同流合污 但肥唐其实只跟灰疤互相留了个号码 但昌东这番话,让他惊议的委屈去的躺街上耍赖 而昌东也没好脾气,扭头就走 然后下一秒,诡异的事就发生了 肥唐突然被东西拽住脚,拖走了 等被松开时,肥唐已经被吓得疯疯癫癫 等被松开时,肥唐已经被吓得疯疯癫癫 并坚持要离开,昌东给了他详细的路线头 但没过多久,肥唐却又回来了 再次被吓得疯癫 因为他们一路以来插的旗标都没了 且有个彻折印,直直的开进亚丹里了 这诡异的事可真就渴着一个人耗啊 晚上的时候,肥唐经过叶刘希的教育 已经成为了卧底在灰疤身边的间谍 据说灰疤他们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是一棵棺材,埋在了亚丹里 而棺材内居然是9个皮影人 为了开这个棺材,先是被创死了两个 后护一把又被自己扔出去的铲子 飞回来,胳膊喉咙死了 甚至在开棺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段音乐 棺材内的皮影跟人一般高 且没有挑衅用的杆 肥唐一看就知道这是唐朝的样貌 而且第二天,等灰疤的兄弟们想去收尸的时候 发现尸体,血迹和棺材,甚至那座亚丹都不见了 于是两人一推理,最后得出来 也许有尸体的和没尸体的亚丹是存在于沙漠上的不同的空间 而且昌东又无人机,还发现了一条司马道 就是通往皇帝皇后林木的大道 并且这几天奇异的事,有可能都与叶刘希的血有关 所以昌东做了个实验,发现叶刘希的血 果然能引起沙暴,并且能穿越平行空间 晚上的时候,两人趁着平行空间出现 立马去了那处有棺材的地方 他们将棺材挖了出来 果然不一会儿,天空出现了异象 一个巨大的沙兔眼珠子出现,开始吸走沙子 然后灰疤他们的尸体也跟着出现了 但等眼珠子一走,尸体们和那块亚丹就都不见了 显然这是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里 之后,两人决定回到市里修整一下再出发 让飞汤将还活着的灰疤的厨子还了回去 也是这一环,灰疤的老大柳七就出场了 他用肥糖来要挟让昌冻和叶刘希来赴约 目的只有两个 一是帮他收回灰疤的尸体 二是替他解开一个谜团 因为他表示自己也曾遇到个平人车队 叶刘希为了钱,立马答应了 五人团队的剩下俩人也就出场了 一个是柳七的干女儿丁柳 一个是德力干将高深 洪西俩人也是成为了叶刘希的谜弟谜妹 五人一起穿越空间,来到了玉门关内 碰见各种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事 才使得他们五人的关内冒险 总之这部剧在我看了十二集之后 认为总体还是值得可看的 画面滤镜舒适且真实感十足 没有摸皮的女主和浓妆的男主 而且剧情开始两个大疑问 就足够勾起观众的好奇 叶刘希为什么会被上吊在书上 她在玉门关内的身份是什么 她的纹身,她的落疤又是谁做的 长洞走了那么多次的沙漠路线 为什么这次就出事了 且所有同伴的尸体都不见了 只有她活了下来 这两个疑问贯穿全景 并且昌东和叶刘希 一个东一个西会不会有什么含义 当然,玉门关内是什么场景 而且又会发生什么稀奇好玩的事 也很吸引人 而且剧中的解除细节 都让我感觉这剧挺有生活感的 比如叶刘希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 不会盲目的去寻找绅士之秘 打工的地点也都是很普通的地方 就像卖瓜,烧烤和剁肉 还有酒店服务员 飞糖在决定跟着昌东冒险之后 会要求跟昌东水一个房间 因为要省钱 之后在沙漠中的剧情 叶刘希上厕所会拿卷儿纸 玩事也会搅麻 但一部剧有好的地方 就会有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在昌东烧沙土人之前 她与叶刘希就开始有了感情线 这一点在情绪上观感不好 因为那些沙土人 就是昌东未婚妻一行人 所以原注重 她是烧了未婚妻 才开始跟叶刘希暧昧的 也算是给未婚妻和好友 还有自己的过去做个了断了 所以在前期昌东这个人设 就是为了找未婚妻的尸体的 一个深情男 这时候她的情感 不适合跟叶刘希暧昧 和过多接触 这个剧是翻牌的 所以这要怪导演 不过两人演技自然 在互动西上 确实挺勾人的 一开始看剧 不由自主忘记 昌东未婚妻的存在 还觉得这两人挺好看的 还有就是前三集 出现了两次叶刘希洗澡的画面 但都只是为了 突出她脚踝上的落疤 那其实怕一次就够的呀 而且有些地方剧情画面 明显被删减了 这也是猪妈呀 还有根据我看来的剧情来讲 夜流星流一次血 沙漠就会出现一次沙暴 沙漠大小 根据夜流星出血量而变化 昌东在两年前 带问魂妻扎营的地方 是个向导都说安全的地方 只是那天突然起了超级沙暴 吓死了那么多人 那有没有种可能 那次的超级沙暴 就是夜流星流血导致的 接下来的剧情 我还是蛮期待的 作为一个没有看过书的人 我对这剧 并没有太大的要求 能让我休息时 砍得过瘾就足够了 好了 以上就本期视频啦 如果有同样看过这部剧的宝图 欢迎评论下留言 那么就这样拜拜